他在第一章節的時候就死掉了 死最快的那一種 這怎麼唸 R-O-B-E-R-T 羅比...羅...羅伯特 羅伯特 哎唷 這是哪...這是誰啊?怎麼那麼有質感的感覺啊 唉唷!很帥喔! 等一下啦小兄弟 沒什麼平凡日子 有那麼差嗎?哈哈那你呢? 萬事妥當啊兄弟 我沒什麼好抱怨的 工作如何? 生意不錯 你到底做哪行的?販毒 講這麼直接啊不會被 茶水錶啊 那個聲音有嚇到刺手手 這個角色是難的 這是真是難的 啊沒有啦跟你玩玩罷了 我祖父死死遺產歸我 所以說他可以不用工作這樣 哇千萬富翁 但也夠錢做點釀酒的小生意 一年內本金增降了三倍 喔好抖喔那個喔 好酷喔 在那之後公司一直發展 現在沒什麼要我做的 就偶爾現身看看情況 或是開會之類的 也不過如此 大老闆了捏 算是不錯的猜事吧 25歲基本上是退休的 好爽喔 看來你很努力做到這一步的 你知道就好 生意上軌道前 都忙死忙活的 我只想我老爸還在生看到我成功 他一定會以你為老老兄 這可是大成就 現在還小兄弟 萬夾是怎麼回事 喔夾萬 我不小心把錢放在銀行 其實是 我不信任任何大企業 你不是有間大企業嗎 喔對 但那不同 公司是我的 為什麼你住這裡 喔他後面啦 他講說為什麼會有個金庫啊 他不願把他自己的財產存到銀行裡面還是哪裡呢 寧願放在他這個床後面有沒有 然後他現在這副打扮跟我講說 他是一個大企業家 其實我有點不太相信 感覺他在呼籠你懂嗎 他真的 我覺得這個傢伙應該是在販賭喔 感覺不出來是什麼企業家之類的喔 你看嘛 第一點錢不敢存銀行 為什麼 因為這些錢可能是張款之類的 啊第二點 為什麼 明明是個大企業家的人 為什麼住在這麼破舊的一個房子呢 我覺得是有鬼啦 我是指 你都能住 為什麼要住在這種連家具也不夠的平價公寓 我需要的這裡的都有 要堅滿 要堆滿 珍奇玩業的大物有何用 使得帶不走對吧 那只是身外之物會拖累著你 我喜歡低調照著自己的生活 無牽無掛的生活方式 你懂我做的 你幹你的小兄弟 各有所好 掰 明明就是販毒 不要跟我講那麼多了 未必啊 說不定是軍火商人口販賣 有可能 軍火商是你 人口販賣是吧 是不是人口販賣啊 你是不是人口販賣啊 為何要戴面具喔 這說來話長 就臉受傷嘛 臉受傷需要矯正嘛 必須要戴一個面具矯正啊 本樓車進行維修 我們又可以來探鬼了 先去502看一下好了 我記得這邊可以探得到鬼 這邊的鬼我好像探過了是不是 沒東西耶 不知道會不會跟 跟伯加頓太太桌子中的頭骨有關 舊鳥龍 誒我剛剛是不是有拿的 誒不能拿 這邊有個紙條 牆上盯著一張舊報紙 這份報紙不該活著的男孩 在奪去他父母的同意中 意外中活得下來 舊的報紙頭版父子失蹤 報紙指他沒有留下蛛絲馬跡的消失 剩下母親心碎孤獨的 留在本來幸福快樂的家中 母子招外星人綁架 絕對是惡搞新聞吧 這邊掃到什麼 感覺沒有 掃不到 讓我掃掃 沒有東西可以掃 喔唷 抓到了 又是寫著我名字的信 然後裡面又是空的 唉 所以說 其實是會有 其實是 在我說到信之前 就被別人給拿走了 不讓我知道事情的真相 會不會有這可能 而且在歐美 絕大部分毒品都有合法販賣圖景 對 胖子說他聽到怪聲音 去那邊掃看看 我不知道他說的怪聲音在哪裡 沒關係 慢慢找 反正五樓就是鬼最多的地方 好不好 各種鬼怪應有盡有 這邊我們去過了吧 沒東西 大概就是這裡了 503上鎖了 504 連右通靈板都找不到 梅根 在陶德河 而且現場 現身 我想知道面對身體害羞 啊 梅根不見了 自從擺脫那隻妖魔 最終大下可寫多了 我在第二章的時候 那隻妖魔在這邊一直干擾我們 後來還忘記是為了什麼走掉這樣子 喔有了找到了 好久不見 嘿 shirly face 欸梅根 你有見過我爹地嗎 不 抱歉還是沒見過 喔 也許他去了更好的地方了 我想也不是那麼壞 大家都不想再擔心受怕 連媽咪也開始和我說一點點話了 那就好了 他終於跟你溝通太好了 對耶嘿嘿 爹地在哪裡也好 希望他開心 他一定會的 喔忘了跟媽咪說要玩桌米場 我要走了 晚點見啊 shirly哥哥 好吧 再見 講乾話了就走了 可以再把他招出來嗎 不行 他說的那個鬼的聲音就是他啦 好不好 我是這麼認為啦 好啦我覺得我們該探的都探完了 然後這裡上鎖 我們這裡也沒有東西可以解 我們有茶杯我們可以去喝個茶 好像在一樓吧 好像在一樓吧 桌米場 桌米場才出來 需要幫忙嗎 欸我不能喝茶喔 可以這樣喝茶嗎 可以留著天影艾提 你不給喝耶 是不是要給他錢啊 我們是不是要給他錢啊 我們二樓 二樓是不是沒有逛完對不對 去二樓 會不會跳出來就是幹話鬼 他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 二樓 二零二是陶德家 沒人在家 我總是害怕電梯開門死有東西 怎樣開來開開門之後一隻鬼衝進來是吧 這誰的地方啊我看一下 救居所 我覺得少得到什麼東西之類的 沒有 有個臭味絕對不要進去 查理 被抓的地方 好 我們剩二零二了 該供的都逛完了 陶德的房間 上鎖了 陶德父母的房間上鎖了 為什麼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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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要顛倒的才對吧 不是吧 這樣子會不會太親密的點 你好 茉莉森太太 喂 沙莉 男生 男生團 男生圍 那是念團吧 男生團又要去冒險了嗎 類似吧 我覺得很很很很美好喔 生命中充滿冒險機會和美妙的謎團 等著人去探索 你說的太好了 耶耶 要抓緊機會喔 不過呢 漫長工作後 窩在沙發上也是不錯的 你懂嗎 這個就是吃晚飯的男人 呵呵 Rain 和我在看電視 然後像個小鷹耳般的睡著了 他好可愛喔 呃 對是吧 不過你們家沒有電視啊 耶耶 沒有沒有噪音真好耶 等一下他們家裡都瘋了是不是 呃 是的 那個失陪了 對啊沒有電視啊 他媽媽是怎麼回的 啊他們在吸那個毒 是不是 你看那個感覺就是那個啊 吸那個煙有沒有 他們是不是課藥了是不是 課成這個樣子 太誇張了吧 這樣也行喔 快去浴室 耶 瘋狂的家庭 胖子遇到討厭鬼 討厭鬼 別搗蛋 太棒了太棒了 終於要進入正軌了 要跟陶德講話嗎 這個新玩意是什麼 哦 你不該現在看到的是驚喜 這是什麼 可攜帶式廣音器 配上自製效果器的其他功能 要來給你 吉他升級的 哦等零件寄來就可以用了 原來如此 可能之後又用吉他來找鬼有沒有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我架了個 保安錄影機 你們回來之前都會循環播放 播放空走廊的片段 形勢小心一點 那架攝影機喔 為什麼我的背景開始有點那個 成了 201開鎖了 好趁他回來以前要趕快 我們進去了 這就是那個啊 那個老師的啊 什麼博什麼老師的 兄弟 聞起來像是屁股 屁股的腳臭 天啊趕快把我受不了這個臭味 看看這幅畫 柏加頓啊 柏加頓太太會不會真的在農場工作呢 不知道欸那幅畫感覺很奇怪 好心寒 到處看看吧 覺得要找到什麼鬼東西了 可惡 房間1 睡房1 門把上有奇怪的裝置 打不開 時鐘 3點14分 即使我波動 唉唷有卡 喔 上鎖了 我覺得他到第三張之後優化做的越來越爛啦 我記得我第二張跟第一張在玩的時候很順啊 順到爆的那一種 尿布 這些尿布好大喔 你說是柏加頓太太自己用的嗎 說不定啦兄弟 柏加頓太太超古老的 怎樣老人的是不是 不要我要先去漁師我不想給你 唉唷這裡好髒喔 他上次新的漁師是什麼時候啊 準備要看人肉了是不是 裡面還有米田貢 幹笑死 欸 欸 唉唷 堆滿了 波容納香腸 還有雪腸蔬菜其他食物一些正常 這是冰櫃打開 跟他講話 冰箱有什麼古怪嗎 沒有 是不是正常的雜物之類的 但冷凍是有鎖 打得開嗎 可以給我一點時間 哇那現在的時間我要幹嘛 他叫我給他一點時間 我們這邊有什麼工具啊 該不會這奇怪的工具就是 欸 莫名其妙解鎖了欸 算了 欸 解鎖 解鎖 解鎖是他講解鎖啦 不是 不是我們這扇門解鎖啦 欸是開始有點頓頓的啊 我在想說我要不要重開機 我感覺今天直播 玩的不是很順說 不 他是說 他是說 讓攝影機轉方向不會照到他們 原來如此 等一下喔 到底怎麼回事啊 還是我太久沒有重開機了 不管了 來看看吧 唉唷 羊頭 1047 我就知道有問題 感覺像是那個邪惡儀式有沒有 露西法 真是羊頭 我就說是阿老兄 有點噁心 我覺得事情不會那麼簡單 我們試試看能不能進入睡房 好吧 地上有血跡耶 唉唷 唉唷 唉 嘿嘿嘿嘿 哇 是殭屍鹿 欸小朋友 咩 他想跟我講什麼 那是什麼鬼東西 那是羊的鬼魂 事到如今我不該感到驚訝的 但那其實是死掉未及的 看 跟他講話沒什麼意義耶 本來是乖乖的去前面好了 哼 一個頭會飛的癢有沒有 是這裡嗎 這個鎖很奇特阿兄弟 不敢肯定我能不能打開他 儘管試試 所以我在這附近要開始亂晃就對了 3044分 3點14分 收音機可以關掉嗎 欸 喔 1047 這個這個這個 剛剛那個羊頭上面是不是1047嘛對不對 我們再看一次 對啊 唉唷 再一次 看他會不會說人話 會不會 還是咩咩咩的 跟羊頭沒關係 1047 沒錯阿 沒用 也沒用 改變時間 他不是說不能改變時間嗎 他不是說不能改變時間嗎 沒用 3點14 1 4 是 不對阿 哪裡過來 相關線索不是只有這些嗎 1047 沒錯阿 那個羊頭有秘密 那個羊頭有秘密 不是這樣子嗎 3014分 所以說我設定1047我就可以調鬧鐘 我這樣子 我就可以調鬧鐘 阿 我要改變到幾點 阿 1047分阿 靠腰阿 有人說是羊叫聲嗎 我覺得應該是1047 可能是喔 不對阿 有記住嗎 沒有 沒有 也不是耶 這就奇怪了 要不好大 於是 沒有什麼相關的 還是我們要再把他召喚出來看他講什麼 沒東西 沒東西 再一次好了 叫聲的順序阿 我開始抽蚊子 楊妹先生 沒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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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1 1 2 1 2 2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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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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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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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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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只是 啊!他回來了!靠腰! 走到樹窗台裡面 走在這裡 要是我們不能活著出去 我 賴瑞 我...我愛你兄弟 哈哈哈哈 欸!大哥不要借機...不要借機告白啊 有人賴瑞喜歡我 賴瑞 不要這樣子亂告白啊 你現在什麼時刻啊 不太好吧 我... 我也愛你啊兄弟 CPCP 你是我一直以來最好的朋友 彼此彼此 嗚...是誰來了 結果是艾許 幹我就知道 我不能猜得來真的 我也抱歉壞了 你們的好事 但這是什麼鬼地方啊 你嚇壞我們了 看得出來 欸! 冷靜到你真好愛惜 我以為我們完蛋了 你不是要顧著PAM嗎 我爸提早回家 所以馬上搭車過來了 嚇到你們對不起我 嚇到嚇到嚇到他 那是波加頓先生他是不是 對他走了 終於安息了 可惡 拜託 拜託別跟我說這些就是 波容納香腸的餡料 希望不是 我不知道 還有一個房間 我們還沒進去 要去看才能離開 喔!看看這個 我躲起來死 我書中台後面找到一串鑰匙 喔! 唉唷! 不錯喔! 找到鑰匙啦 其中一把鑰匙 會開到另一個房間吧 我們去看看 能夠離開這房間 我什麼也做 他死掉了 安息吧 你不用再受苦了 還可以再召喚他嗎 不行 看來是不行的 榮幸之治 好!下一個 應該是最後一個房間了 Yeah OMG 這什麼鬼 哇!屠宰場欸 我的天 Holy crap! 不會是好事 感覺在牆上的這些人啊 都是死亡名單啊 是不是 是 冰櫃 一個混帳密碼所 啊!就很簡單啊 3.14嘛對不對 跟之前的一樣吧 3.141 不行欸 3.141 不一樣了 哎呀!我想太多了嗎 1046 欸這沒有6啊!靠腰 欸有欸!這有6欸 可是沒有0啊 1212 那會不會是1212 他好像到多少 56到6 不行 應該等一下就知道怎麼開了 就像屠宅場什麼的 照得到什麼東西?照不到 我也是!氣氛太詭異了吧 還是要看牆上有什麼密碼之類的啊 上面左上角那個是提示嗎? 好像也不是的樣子欸 好像也不是的樣子欸 這也沒什麼東西啊 1047 7沒有7啊 最多就到6 4 5 6 對啊 先出去啊 應該可以出去吧 不行 唯一的線索 唯一的線索就是 左上角那個牆上面那個東西啊 可是他也是做到6 這個有到1 12345678 90欸 該不會給我3 2 4321吧 這也不是啊 等一下 我們這邊有什麼工具 這些工具也沒用啊 鐵盒 沒用 我被困在這裡了 喔 左邊啊 4142啦 就在這旁邊而已啊 4142啦 是不是 欸 對啊 12345 55 5553 3 是這樣嗎 他連小的點數也要看 幹 不是啊 想太多了吧 不是看左邊這個東西嗎 55 1413 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解了 隨便啦 欸 開了 看到鬼 哇就知道 全部都是人皮 今天突一多耶 這真的完全超越我們的能力範圍了 要找人幫忙 然後這時候呢 喔 那個誰 那個太太就出現了 沒有骨頭 什麼 這裡沒有骨頭 全是皮 跟內臟 還有肉 好噁心喔 老兄不要 拜託了 吐第二次 哈哈哈哈 艾系說得對 我們需要人幫忙 還看不出來嗎 沒人幫得到我們 每次這裡有事 發生都會被隱瞞 邪教 然後什麼 桑德成太太 天曉得這地方還會隱藏著什麼 不可相信警察 也不可告訴大人 不然他們會去報警 他們根本沒相信過我們的話 那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欸 事情越來越糟了 柏加頓太太 再宰人 還做成 我以後不知道要怎樣看待那個香腸了 那我們有辦法順利逃出來嗎 喔他已經講完了 他已經講完這件事情了 所以呢 所以什麼 你問我為什麼不吃香腸 我說得清楚啦 都編了那麼多精彩故事了 真的不告訴我們 後事如何嗎 記者不相信阿 記者不相信阿 知道來幹嘛 你大概一直都從來沒相信過我半句話 而故事在這刻之後越來越難以置信 還有你大概會把片段剪輯到讓我在電視上像個瘋子一樣 這就是媒體 知道嗎 把故事說完 我會完整播出一道不檢 我保證 開始之前我聽過你提起圖的 莫里森 你們去看了他呢 他在那裡什麼也不告訴我 在這裡什麼也不告訴我 對於我們昨天拍了他的片段 他還好嗎 是不是仍然 在醫院 這樣吧 你把波容納香腸的故事說完 我就告訴你陶德的狀況 陶德為什麼會在醫院阿 為什麼 為什麼陶德會在醫院阿 所以說還沒結束阿 離開伯加頓太太的公寓前 阿許發現了點東西 發現了什麼鬼 各位來看看這個 他發現了什麼 哎唷後面有秘密 有個像是垃圾槽的東西 在油畫後面 大廈沒有垃圾槽阿 不像是通往外面阿 看不見光 地下密室 然後我們的愛序就死了 不做死就不會死有沒有 阿希 你還好嗎 拜託不要有事 我們要找到他的出口 完了 我要滑下去 別務他吧 不要啊老兄 你腦子進水啦 要是你也掉下去怎麼辦 或是落在他身上 如果他還活著會傷到他 等一下這要我做選擇是不是 好吧對 你說的對我們想想 哎唷 這個靈魂又來了 霜目布雨 煞事 離虛擬 你虛離世煞 與布木霜 功能小 這個念咒語是不是 我知道他通往哪裡了 什麼 什麼知道 別在意 去叫陶德 然後到地牢找我 哇 這裡有鬼魂在指引他的方向 好屌喔 怎麼了沙利你看到什麼 阿也許還好嗎 一切都會沒事的 來幫我 喔 這邊 居然在這個櫃子的門後面阿 這裡很久沒人住了 破爛不堪 帶艾迪森先生承擔不齊 修善工程 跟五樓一樣 你在幻視中看到這個馬沙利 不完全是那樣 比較像是直覺很敏銳 好吧 你來領路 戴瑞跟我有 有需要時幫忙 上鎖了 等一下 國家倫太太來穿鑰匙 有一把老房子的鑰匙 試試看 耶 開了 完美 這裡什麼都沒有 給我一點時間 來來來 我覺得這附近一定有什麼鬼 睡房衣 應該可以照得到什麼 哇 越來越深入了沒有 好 剛剛訂閱喔 感謝 ありがとう 有 有裂縫喔 有裂縫耶 撕裂地毯 就像是 哼哼 哼哼是啥 好找到了 過來各位看看 欸我找到了耶 果然 哇兄弟 一定是 沒紀錄的地 更地 更低樓層 這絕對不在我看過的藍圖之上 或許 是 舊房 風什麼 那是念什麼 風 風熬嗎 我不知道有這個東西的存在 國家倫太太的第三把鑰匙是這扇門的 愛惜一定在下面 只有那裡有機會是在垃圾槽的出口 好 我們就這樣下去了 我本來還想要逛其他地方的 可是就直接進入劇情了 沒辦法 去吧 下去了下去了 嗨 是唸嗨喔 嗨嗨嗨嗨嗨喔 這里這麼的 這麼的磅礡壯大 哇 撒 情況很惡劣 完全一個跳動 你知道嗎 剛剛還在一個類似像是 一般的建築物 現在突然變到怎樣 上骨卷肘喔 要求喔 探為觀止啊 這建築一定很少 最少有數百年歷史 數個世紀的血跡惡魔崇拜 這是有過嚇人的 所有東西都蓋上厚厚的灰塵 相信這個地方已經 空置好一段時間了 希望那段邪門的歷史移成過去 對 那我們要怎麼穿過這個大甲 表面看來 沒有用來移動大甲的這個裝置 一定是在建的 一定是建在牆裡 相信打開大甲的開關藏在 藏起來了 我們要找開關啊 開關會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 絕對難不倒你 找看看吧 我們先跟賴瑞說話 那些建築怎麼回事 小心一點 好的 調查 古老的皮裝書 封面上有個圖案 原形中有一隻鳥 文字以我看不懂的外語寫成 部分血液沾上了血塑的底部有火燒過的痕跡 碰到他感覺頭很遠的話 像是在 像是他在發出一股奇怪的能量 地熬啊 是不是念熬吧 是不是 不是念害啊 好像地獄喔 好像地獄喔 老頭會害怕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這什麼東西 保險套 有沒有保險套在地上啊 是燈泡啦 你們不覺得長得很像嗎 哈哈哈哈 保險 我的直觀讓我覺得它是個保險套 就拿起來是燈泡 你們誰有燈泡做成這個樣子的 是哪個王八蛋 後面有羊頭符號古老皮書 皮裝書 文字用另一種語言寫成 書葉聞起來像腐肉 這書葉一種強烈的機勢感 好我們看一下陶德 啊我知道了 保險套套在上面嘛對不對 我會了 好 我知道了 可是我想要 歐耶 歐唷 使用超能力 它就亮了 地窖 唸叫喔 抱歉 速度的少 不好意思 好 我們要用愛發電 把它放上去 為什麼不能放 說話 為什麼不能放 不是放在這上面嗎 那你狗 還是說這裡 怪了 人員轉移底層 一樣的能量 覺得有什麼含義 說實話 我不太肯定 這科技跟我以前接觸的完全不同 召喚紅眼妖怪 什麼東西啊 幸好邪教已經不在了 還有那一妖怪 以防萬一找到愛虛以後 我們要破壞所有東西 我已經照做了啊 奇怪 左邊 最左邊的嗎 好喔 我去最左邊的 地上有六芒星呢 不知道 喔是這個啦 他這邊的那個 他這邊的那個裝飾品是尖的 不能放 要放在這裡啊 瞭解 然後 讓他發亮 對 我們直接這樣就好了 開了開了 快過來 我看一下發生什麼事啊 喔 這邊有個拉桿 拉 喔 拉兩邊我會 隨機的吧 是不是 再拉一次 我感覺這邊要再拉一次 喔 這邊再拉一次 然後對到 欸 差一點 哪裡狗呢 不對啊 怎麼都差那麼一咪咪咧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有了 唉唷 踩 喔耶 成功成功 要對黑色的腳 瞭解 耶 來 老友 幹嘛 要弄死我們嗎 剛才嚇我一大跳 但這個機關跳回來了 要有人站在上面 好的 你可以站在上面嗎 拉瑞和我要去找艾尋 你來確保我們不會被關在裡面 好 交給我吧 他踩了 然後我猜呢 等一下我們進去回來之後 他就死掉了 我覺得拉 好不好 劇情嘛 因為他後來不是有講說 他不是有在講說 陶德 那個時候那個 麗莎長大的時候不是有問說 陶德是不是還在醫院過得怎樣 代表說陶德有受傷 所以說可能是在我們準備要來找艾尋的時候 陶德受了重傷 就是分頭形勢 所以說我走右邊 賴瑞走左邊 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欸 我居然變成賴瑞了 我覺得 這邊應該就會充分的解釋 賴瑞為什麼會死亡 因為在第二章的時候 我們已經證明了賴瑞真的死了 所以說故意現在就要我們操控賴瑞 是什麼 見鬼了 像個迷宮似的 進入 果然真的是迷宮 但最好是走出去 這邊有倒 一個倒了 倒的可能是記號之類的哦 是不是要走出來啦 這裡從來沒見過 哇 又一座尖刺是怎麼回事 我從這邊不跑出來了 是不是會有一點小技巧啊 還是說隨便亂走了 這沒辦法去 觀察 又回到尖刺最多的地方了 死亡回顧 神推理 真的假的 復活了 真的假的 有復活哦 一定是RE 他只是有精神病 他就可能被折磨到變精神病嘛 所以說 逃得一定進醫院的原因就是獲得精神病啊 是不是 我說的沒有錯吧 蛋了 不知道該怎麼出去 我們都是到這邊之後就卡關了對不對 我們走最左邊的好了 不管了 怎麼又跑出來這裡了 我最右邊 出來了 感覺跟剛剛一樣 What 果然真的跟迷宮一樣啊 我要走左邊 我要走左邊 外框也要對 石子 為什麼我有打火機 還有磁卡 還有石子 好吧就打火機 在瑞身上的道具好奇特哦 我就這樣子啊 最好就這樣 他有固定的哦 其實他這是固定的哦 固定的哦 看這樣走不前進好了 哦 這邊 走到這邊會不會傳回來 那我們走這裡 其實 跟這兩邊的門 其實是一樣的 那我們應該走右邊 這邊應該會傳到別的地方 我們傳到這裡之後呢 走右邊的路好了 好 好像又到了更 跟不一樣的地方了 走左邊 無限輪迴哦 成功了 oh yeah 這什麼 這什麼符文之類的 我靠 這什麼 傻鬼啊 這個解謎 太有趣了吧 踩這裡 踩這個 這兩個會凸起來 踩右邊 這遊戲又不能跳 這裡 然後 這裡 這裡 好過了 太怪了 老頭你聲音是不是有變敵 我本來聲音就這樣這樣子啊 要走有風聲的門最簡單 還要聽風的聲音 哇 果然你剛剛在那邊講說要幫 要幫主角走還真的 你說聽風的聲音是不是 聽一下有沒有風的聲音 剛剛第一扇門風的聲音好像滿大的是不是 這個是BGM吧 這不是 這不是聽風聲吧 沒關係 我就拚感覺 他這個倒在那個地方 我是不是走回來了 好像是 那就只能選中間了 中間之後呢 好 下一張圖 我覺得是左邊 不對 我覺得是最左邊 我們又回來了 所以答案不是最左邊 是左邊 我知道了 左邊 好 不錯不錯 這裡 小北市又回來了 沒錯 唉唷 這裡直接跳到這邊來喔 不酷喔 不一樣了喔 怎麼又回來了啊 主角的 主角的 主角要風聲 主角沒風聲 下面下面意思 是不是走錯了 沒錯 沒有走錯了 風聲不是BGM 真的假的 那我聽一下 走過去有一個 轟轟轟的聲音對不對 右邊呢 這個嗎 對啊 這裡沒路 這邊都有那個嗡嗡嗡的聲音啊 主角要走沒有風聲啊 啊 了解 就這裡最安靜嘛 一個要走有風的聲音 一個要走沒有風的聲音 像這個很安靜啊 就這裡啊 了解 還有這種 莫名其妙的喔 有了有了 過了過了 然後他這邊是完整的 木製封面的舊書 正面釀著 鑲著 另一 一種本木質的 黑色 十星圓 脆弱的綠色書頁 畫滿了符號 我完全看不懂 但 感覺不舒服 這個 沒有用 沒什麼異端 好的 來玩彩彩樂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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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開兩扇門是不是 我左右會死掉 不會 有兩扇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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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踩隨便踩 對 這裡 不對 這邊 耶 成功了 左邊這扇開了 但是右邊 右邊的門不開 打算了 會有紀錄檔嗎 會 對 對 好的 可能是因為離開這裡被詛咒了 我是這麼認為 我開了去不能進去 抱歉 給我手上拿著東西 耶 會合了 時間正好 我想要同時拉這個開關來打開大閘 我們一定是繞了個大圈 大閘後的房間是這個中心 這是最後的房間了 艾虛一定在裡面 拉吧 這什麼東西 蛤 這是什麼鬼啊 六角形的東西 喔 把六角形裝進去 哇 高科技耶 哇 這種 還有高科技喔 這個是 黑科技是吧 哎喲 全部都是骨骸耶 見鬼了 整個見鬼了 感覺那個艾虛就是從這邊滑下來的啊 我覺得他是從這裡滑下來 找到了 啊 找到艾虛了 艾虛你還好嗎 啊他是不是 他能有呼吸 喔還好還沒事 他醒來了 什麼發生什麼事 我在哪裡 老友 你丟進垃圾巢了 我以為以後見不到你了 找到你太好了還好嗎 嗯我沒事 只是有點頭暈 有點痛 沒骨折 嗯起碼我的骨頭沒事 艾虛你 你無法想像我們找到你的過程 這要感謝沙利 他看到幻視是什麼的 然後在地庫找到這下室的這個門 然後我們走過了這些詭異的樓梯 然後到下面找到這個神經邪教的神殿之類的 哇加要查 然後有很多機關和陷阱和迷宮 陶德 陶德在幫我們看守的正門 我們該回去了 哇一十字街好難接受 這些東西就在我們的公寓下單一致性 謝謝你們來找我 沒有你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束了 然後我們回去找陶德 陶德已經不見了 陶德還在 現在該怎麼辦 佛加頓太太頭了很 殺了很多人 還有那些 波隆納香腸 我們不可以假裝沒有發生 當然不會 根據你口中的神殿秘密室 這個和這個波加頓太太的公寓的事情 很有可能是他災禁的邪教當中 儘管集會已經瓦解了 他有可能像我們班自己摸上這扇門 或者他是最後一個教徒 嘗試獨自執行之前的計畫 也不是認為他是一個 想把紅眼妖怪帶回來吧 該不會又要再把他召喚回來一次吧 希望不是 但如果是真的 我們要有所準備 老兄我們要制止他 最好是在他成功之前 我知道地區警察不可信 也許我們要找國家警察 或是FBI之類的 起碼這次爸媽沒辦法 否定發生了什麼事 讓他們看看下面的光景和博加頓太太做的好事 他們會幫我們的 艾虛說的對 今天要幫 這次要讓父母插手了 這種神通 小鬼 四個小鬼顯神通 我覺得事情應該沒有這麼的輕鬆啦 我就這麼認為 剛幫朋友圓他的夢想要R6沒錢買他 買我幫他圓夢 真的假的 真的太大愛了 就這樣殺了他如何 為什麼賴瑞就這麼想 什麼 波加頓太太也許 我們要殺了他 他一把年紀了不會太難的 不可以殺人啊賴瑞 這樣子我們跟他有什麼分別 平常我都不主張傷害別人 但今次可能賴瑞是對的 曹德賴瑞拜託你們認真 想想在愛迪森公寓和普遍發生在 洛菲爾那些難以解釋的怪事 越想越覺得 羅加頓太太不可能是單獨行動的 外面一定有人在幫他 那就解釋到警察掩飾了 查理和赫姆一家 謀殺案的事了 可說不準 事實腐敗到這種地步了 混帳 我想那說得通 查理你今天也說過類似的話 不知道呢 或許責任真的落在我們身上 或許吧 看 正常年輕人最大的煩惱 都是一些無關動揚的小事 像人氣髮型之類的 但我們不一樣 我想我們要的是拯救世界 哇 這樣殺掉嗎 會比較好嗎 我們把故事講完了 然後怎麼了 我們決定先回去休息 差不多天亮 而大家都累壞了 那個老師呢 你們決定怎麼做 有報警嗎 犯不著 結果 柏加頓太太當晚回家 遇到交通意外 她和對方司機當場死亡 哇 怎麼那麼剛好的事情 這樣子也沒有證據 欸不對啊 可以讓家長去看一下那個地窖啊 哇 哇太方便了 你不相信的話可以自己找找看 就是第二天的頭版 諾菲爾高中良師喪命 最佳司機 當然不會找到她公寓的史詩或是 她讓學生吃人肉 都給掩蓋了 原來如此 你不信也罷 那是真話 你答應會如實報導的 我覺得記者不會如實報導 別擔心沙莉 會完整播出的 我不會實言 而且觀眾都對你所說的話很有興趣 那我覺得這個這一副雞八臉 你覺得她會全部爆嗎 你覺得她會如實爆嗎 對不對 大家都在看著 現在現場直播是吧 你對你的朋友愛迅 佔不絕口 我知道你們非常親密 你整自視她為來歷 裝成和托德 莫里森同等份量的好友是嗎 然後呢 對 你有看過這個嗎 記者給我的 這什麼意思 殺手 沙莉菲斯 救大屠殺 於今日提堂 受害的人包括其所有家人 據悉原告傳喚艾莉 艾希莉 就是艾虛莉 就是艾虛莉 他指控殺手 沙莉菲斯加貝爾 為...為什麼 多年自有 有指兩人 與高中時代相當親密 多年的自由 然後呢 按右邊 我累了 沙莉菲斯 陶德怎麼了 你說過會告訴我陶德的情況 喔對了當然 就陶德了 我們昨天拍了莫里森的片段 那晚的事之後 他依然 他依然 留在醫院 他還是迷迷糊糊的 沒有反應也不說話 所以我們不能跟他交談 主要是訪問他的醫生 很遺憾沙莉 莫里森顯然 並無任何好轉的跡象 事實上 他每況愈下 他們說 當晚他承受的打擊 無法逆轉 哇陶德變這樣子 哇 滿臉繞腮虎 他分不清楚幻想和現實 只想求死 他要求安樂死不順 變得極度暴躁 我要幫他 我要找方法幫他 連醫生都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 都束捨無策 你憑什麼覺得自己會幫到陶德 因為我想知道 因為我知道真相 我知道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 我知道陶德有什麼問題 他應該是被附身了 我覺得 他應該是被邪靈附身了 靠沒有善笑啊 還好我自己有給自己打預防針 有沒有 我就說嘛 陶德被附身了啦 待續待續 結束了 其實也不恐怖喔 屁股下巴 欸安安你好 我們準備要結束這款遊戲了 我們的陶德被附身了 所以說 一般的一些醫療 沒辦法救他 要找驅魔神探了啦 找誰 當然是找我們的 邪靈入侵2的男主角是誰 那個什麼 叫什麼 賽巴斯丁阿 最近要找我們賽巴斯丁出來幫忙了阿 對不對 阿不然勒 結束了 好吧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章所有內容 大概幾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都播多久 2小時 差不多 差不多 我可以分兩集吧 一集一小時如何 好不好 看情況吧 那陶德有血顏阿 我被嚇到了 結束了 OK 我們第四章的話 因為這款遊戲呢 我個人覺得劇情還蠻不錯的 畫面 那 怎麼講 還是一堆謎題啦 一堆謎團 我是這麼認為 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解釋得非常的充分 那在第四章可能就會稍微有點 落幕了吧 因為這遊戲總共五個章節 那第四章節的話 它是 今年的年底才會出 所以說我覺得 今年的年底 期待一下吧 有點久 它拖一年才出一季 不是一季 出一集 出一張 所以說我覺得最後要完結這款遊戲 可能要到明年 才有可能完結這個遊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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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